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这个嗓子有点沙哑 没关系 接着说 今天想说一说 广大床车朋友最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用电 那么今天我给床车的朋友出个主意 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主意 那么这个视频我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说 今天主要说一说 床车主要用来旅行的这样的一类车友 那么你的用电规划 应该你的用电问题怎么解决 那么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那么你们最好的方式 就是买移动电瓶 那么什么样的移动电瓶 能够满足以旅行为主的床车的车友的要求 我觉得一共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容量 容量最少要100安时 那么如果说你买200安时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它会比较重 你把它取到宾馆里面充电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困难 这是一点 100安时为最佳 重量也合适 也拎得动 包括女生也能拎得动 那么第二点 要有这个 它是真正的这种普通的这种电瓶 而不是什么某小二或者是某某什么集成式的移动电源 那种电源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的效率太差太慢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价格太贵 它之所以贵就是贵在这个智商税上面了 就是想挣这些对这个电不太懂的人的钱 其实非常简单 那么你就要买一个有这个电柱的 就是充电柱和放电柱的移动电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接线柱 那么接线柱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这个放电和充电的电流都比较大 要提高效率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你要安装一个安德森插座 装不装隔离器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有安德森插座 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 那么你床车的用电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以旅行为主的话 那么你床车的用电就基本上无忧 那么为什么这么安排 我再说一个很实际的情况 那么你旅行为主 基本上你基本上 就是天天在路上 或者说是两三天就会在路上 这样的话呢 你的行车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么就要提高你的行车的充电效率 目前某某某某某二 或者某某集成电源 他们的行车充电呢 都是靠什么点烟器充电 那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点烟器呢 它为了安全起见 它的这个电流啊 都有线流很小 基本上都是10安以下 有的车型甚至更低 那么这么低的一个电流 那么充电的效率是非常非常差的 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你有了这个安德森插座以后 那么安德森插座呢 它可以有30安40安这样的大电流 你不用担心你的这个电瓶 是否能承受得住啊 只要你买电瓶的时候 它的设计里面 能够承受这个这么大的充电流 就没有问题 你不用担心别的问题啊 因为它是接在这个接线柱上 接线柱呢 承受一些大的电流是没有问题的啊 而不是像这个某某二那样啊 它只是用一个很小很小的插头插进去 那个东西那个电流承受力是非常差的 它充电也是非常慢的 那么你有了安德森插座以后 接上你的这个移动电瓶的接线柱 那么充电是很快的啊 以这个12伏的这个系统来算的话啊 如果说充电电流有40安的话 差不多一小时就是480瓦啊 当然了 这么大的电流 你要看你的这个电瓶的设计是什么情况啊 能不能够承受啊 因为它有没有这个保护装置啊 一般情况下呢 你不要把电瓶用的太干净 这样的话呢 给电瓶保留一定的压力 保留一定的电压 跟你这个行车的时候 这个发电机的电压呢 差别不是太大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充电电流呢 就不会太大啊 那么电瓶也是可以承受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买什么电瓶 那么我我的微电里面电瓶 你可以参考啊 也不说你非要买我微电电瓶了啊 我只说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啊 那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以这个旅行为主的 这个床车的朋友来讲 你买一个移动电瓶 100安时的啊 带阶线柱的啊 记住了啊 绝对不要买某某二 或者某某什么集成式的这种这种 这种电源啊 也一定要买这种很普通的 这个带阶线柱的这种电源啊 移动电瓶 就是也带这个四电充电口的 这样的话你可以 有时候你住宾馆的话 也可以充电 对吧 然后再按一个安德森插座 直接从这个你的这个行车电瓶 拉过来一根安德森插座 就可以保证你用电无忧 当然了 你不能说你用电来什么 干别的事情啊 但你正常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啊 你要想拿来拿来什么烧热水器啊 那那那咱不现实啊 咱们就正常的使用 比如偶尔做做饭呢 对吧 而且就是这样这样的情况下呢 还可以解决一个什么样 有的车型它这个检验器限流 你不能用电烂包做饭的问题啊 OK啊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啊 反正就是大概意思我讲清楚了啊 再重复一下 你要买一个有接线柱的 传统的移动电瓶啊 100安时的 而且要买磷酸铁理的啊 这样更安全啊 然后再按一个安德森插座啊 养成好的习惯啊 这个不着车的时候就把插座拔掉啊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不需要按什么隔离器啊 这是针对这个 以旅行为主的 床车的朋友 提出了一个车的 用电的方案啊 如果你不明白的 也可以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啊 我看到的话呢 如果有其中的问题 我可以集中解答一下 那么下一期视频呢 我再回答一下 如果说以这个旅行 兼聚旅居 这么一个功能的 这个床车的车友 它的这个电源解决 它的这个电力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啊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讲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